各位傳媒朋友 今早的運輸處處長在回應獨立檢討委員會報告的時候 如果要取消巴士車長的特別監安排 可能需要額外聘請多一千到一千五個車長 令車長的工時減少 我們認為乘客的安全應該擺在首位 任何疲勞駕駛絕對會影響到駕駛的質素 和乘客安全 我們也計算過 如果我們額外聘請多一千到一千五個車長 用一千五個去計算 如果我們假設每個員工的成本 是二萬五千元一個月 包括他人工或者其他福利培訓等等 其實一年的開支只是四億多 我們相信只要撥五億公帑出來 絕對可以令到巴士公司有足夠的資源 去聘請額外的車長取消這些特別的監憤 我們也看過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在她的競選政綱講過 就說會用港鐵的股息收入去補貼市民的公共交通費開支 其實如果額外聘用巴士車長 是會引致巴士的車費有很大的加價壓力的話 其實特首可以進一步履行她的競選承諾 因為現在政府在港鐵收取到的股息 是超過四十六億的 但是她用在公共交通津貼計劃 只是用了二十三億 大概是一半的開支左右 她絕對是有足夠的空間 有二十幾億的空間 去撥去給一些公共交通 運輸機構 去改善她的服務質素 和員工的待遇 其實政府在這個報告出了之後 也都是同意說會津貼巴士公司去加裝一些安全裝置 比如是安全帶或者是限速器等等 這些都是公帑去補貼公共交通開支的例子 還有就是隧道費的豁免 豁免公營巴士公司的隧道費 那裡的開支都是十二億的 所以其實你撥多幾億 就已經可以大大改善巴士公司 她給車長的待遇 還有車長也都是大大改善她的工作的環境 還有工時的了 這個是市民大眾的公眾利益來的 還有乘客的安全問題 所以我認為政府絕對是有空間 還有有合理理據 撥多些公帑開支 去資助巴士公司改善他們員工的待遇 提升駕駛的安全 最後得益的一定是市民和乘客 另一方面我亦都回應 報告建議是有些繁忙地區 巴士的時速應該限在30公里 我相信有關的建議可能就要進一步去檢討一下 因為如果30公里 那個車速會是相當慢的 我反而認為其實應該要視乎具體的路線 它的路段 是不是有很多彎位 是不是有很多斜路 以及具體交通情況 才決定不適宜用一刀切的方式 某些地區限速是多少公里 那可能會有其他的交通問題 衍生到出來 I do think it will worsen the traffic congestion problem and it may not benefit to any safety to the passenger I do think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fully consider the situation on the road and decide which line should be limited speed of the bus If there is any dangerous may occur when there is any speeding the government should impose the policy on that specific area or lines of the bus surface OK 麻煩你了